但飛彈指揮部女少校范群真 她因為日前自己PO了性感的照片 在部落格 而遭到軍方寄一支申戒 但是現在被發現 她的部落格又悄悄開張了 而且裡面還PO文寫著 說我有我的自由 對於不時的報導及指控 我虛心接受決心不改 但是軍方在今天也出面緩夾 說部落格並不是范群真開的 也請媒體的關心到此為止 不管是低胸穿著 大漏是夜線 還是腳穿網袜 繡出眉腿 甚至漏骨勾 非指部女少校范群真部落格的照片 都顛覆外界對女軍官的形象 自PO驗照也害她被寄一次申戒 沒想到事隔才一個禮拜 范群真的部落格又悄悄開張 還PO文說我有我的自由 對於不時的報導跟指控 我虛心接受決心不改 據范園自己表示 她這個部落格並不是她自己打開的 她不夠成熟 不夠穩重的這個行為 忽略了軍人端莊以及嚴謹的 最基本的要求 所以我們合與她一次的申戒 那麼這一個申戒 事實上我們很不願意把它定位 在處分上面 而是希望她能夠自我警惕 這個大幅的報導 也造成了她在心理上面非常大的壓力 國防部希望就此打住 范群真部落格再度關閉 不過女少校勇敢做自己 已經引起立委注意 人不輕狂往少年 只要不影響整個我們 她在她的整個在她的事業上 或是她的專業上的一個領域上的一個 所謂的有所影響或是有所違背的話 我想國防部何妨一笑自知呢 我欣賞你不抗壓力的個性 但是軍人以服從為天職 你再把網站潑上去 那就再對抗命令 這個就不是軍人的魔幻 金鐘就趕快訂出一個尺度出來 對於男的軍官 女的軍官要一視同仁 那把標準訂出來以後 那假如說她要違反金鐘的軍力 那就應該要處分 那沒有的話 那就當作笑話 范群真的性感召儘管火辣 但三點不漏 也不涉及軍事機密 只是軍人要有軍人的樣子 界限在哪 立委要軍方 乾脆白紙黑字訂出遊戲規則